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 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好 今天是2018年的6月12号 没有错 这三个字 6月12号 大家这一阵子 经常听到这个月份 这个日子 因为今天 川金会 正式在新加坡 隆重登场 那么正式的时间 是9点钟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现场这个时候 现在正在一个 预备的阶段 那么川普已经离开 他所住的饭店 金正恩也即将要离开 好 在今天介入节目正题之前 先跟大家回顾 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上个周末 刚刚结束的周末 在这个地球的东西两端 其实有两个 也非常重要的这个峰会 正在举行 一个就是在加拿大 举行的这个G7的这个峰会 那么一个是在大陆的青岛 山东的青岛举行的这个 上海合作组织的理事会 这个G7 大家知道就是 传统上是以欧美 大概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这个这个德国 然后再加一个日本 那么就是简单说是 这个以开发的这个经济体 为主体 本来是有一个G8 后来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乌克兰 还有克里米亚的事情 苏联就被这个G7 决议就把他赶出去了 可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川普的保护主义 他的这个调涨关税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机关枪 这个到处乱扫 不但扫到这个所谓他的对手 中国大陆 那事实上也扫到他的盟邦 加拿大 那么欧洲的这些国家 所以在G7的会议上的话 川普变成一个众矢之地 那这个大家群想指责 这两天网路上有一张照片很传神 就是川普作者 然后其他七国 其他六国的领袖啊 那么或者怒目金刚 或者两手插腰 或者反正就是各种的姿态 就是你看得出来 这个G7变成 那不是一个整体的啊 至少不是一个 七个都整体啊 因为有人说 现在已经变成六加一啊 六加一 那结果川普没有开完会 当然没有开完会 他有理由 因为他要赶到新加坡来参加川津会啊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拒绝签署公报 他不让美国代表留下来签署那个公报 尽管那个公报已经经过了细心的调整啊 相对来说 分歧应该是比较小的啊 这是在G7的部分啊 在上海啊 在青岛的这个上河组织的年年这个理事会啊 他的重要性啊 其实不是因为说这个会是习近平亲自主持啊 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啊 让这个啊 印度跟巴基斯坦啊 是以会员国的身份来参与 之前他们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啊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呢 俄罗斯的普丁啊 这个印度的总理啊 那么再加上巴基斯坦的领导人 那再加上原来上河组织的成员国啊 让他的规模啊 就显得不同 那其中最特殊的啊 是因为还找了伊朗啊 伊朗来担任上河组织的这个观察员 伊朗总统啊 哈米尼啊 还特别的这个啊 跑来到青岛来参加这个会议啊 呃 这里头的味道是在于说 因为呃G7的这个冲突 或者说美国跟欧盟之间现在的冲突啊 原因很多个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伊核协议啊 那么川普上任之后就不顾当初 各个国家签署的这种呃 过程的艰辛就悍然退出 那这一退出其实也是造成欧盟这些国家 跟美国现在的这种呃 主要的一个争执所在啊 那伊朗已经呃扬言说啊 这样子的话他们还要继续发展核武啊 那现在呢中国就把伊朗拉过来啊 到了上河组织啊 那么他成为一个这个观察员啊 那这是一个上河组织之的观察 当然用两者来比喻啊 现在也许还不是非常恰当啊 因为上河组织比较是一个安全战略的性质啊 那么G7是一个全方位的啊 而且已经行之多年了哈 这个呃 坦白说以目前来讲上河组织想要去抗衡七国集团啊 还还还远得很啊 呃大陆现在媒体把上河组织吹得上天了 这个也夸大了哈 可是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说 这里头看得出来哈 一个组织是在往河的方向走 这个河包括和平包括合作哈 就是上河组织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而在七国集团你可以看得出 它是一个分啊 或者是一个斗的一个状况 就斗来斗去的斗啊 那这种因和啊不和哈 那因和不和却去斗啊 这种情况啊 那么就让我们看到说在上个周末啊 在这个东西在地球的东西 那么这个两大阵营 我姑且讲两大阵营哈 这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对比啊 好讲到这个因和跟斗的问题哈 特别跟大家推荐 今天啊也来过我们节目哈 台北论坛的董事长啊 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舒奇啊 今天在中国时报有一篇专栏啊 标题叫做是你台湾未来的可能剧本啊 哎呀这个文章啊 读了之后非常的沉重哈 因为他其实讲的就是台湾因和而不和哈 那么却选择斗跟拖啊 那可能会未来的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这个文章他用这个啊 这个2011年到2017年啊 那么整个亚洲地区啊 这个经济成长率啊 台湾呢 只比日本啊 这个领先啊 那么是落后于日本以外的所有东亚国家 那所以呢 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啊 这个发展的速度 如果把它推演到2035年啊 也就是这个17年后啊 那么有可能到时候的这个经济发展 或者说台湾当时的整个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会怎么样呢 那么舒起文章有提到说 到时候南韩的经济是台湾将近三倍啊 泰国跟菲律宾啊 大概都到达到台湾的80%了啊 那台湾在如果跟大陆各个省的相比啊 到了2035年将会排到第20名去了啊 那么不但落后给福建啊 甚至还会比现在相对贫穷的广西云南贵州啊 这些省啊都可能会超过台湾啊 那他说在台湾滑落的过程中啊 人才跟资金啊 那一定会加速外流 投资跟消费呢 就持续的疲软啊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社会呢 那么治安社会这个都会是更加的严重啊 那么也到那个时候台湾一蹶不振的民主制度 也会成为国际知名的负面教材 让台湾在国际上会更加的孤立啊 呃这个就是叫做菲律宾化啊 的一个呃潜在危机啊 而且他也提到说啊 这样这样的一个滑落的过程啊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平顺的 他一定是颠簸震荡的啊 那么因为台湾每一次的大选呢 都会带来一个重大的变化 而周遭的黄海 东海南海 是如果起了风云呢 那么肯定也会少到台海啊 假如啊大陆沉不住气啊 或者美国想打台湾牌啊 到那个时候台湾立刻就会怎么样 会古巴化啊 会像1962年的古巴危机那样 成为这个美中对决的焦点啊 而这个对决既然是实力的较劲啊 那么更是意志力的抗衡啊 来说论实力啊 到2035年美国的综合实力 即使仍然略战上风啊 但是美国一则被多利分 第二个是路途遥远 而大陆则是必请全国致力啊 加上以义代劳啊 所以届时啊 谁阻台海浮沉上南定论啊 那至于说论意志力啊 那么那就更不用讲了啊 因为台湾问题 两岸问题是大陆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的 这个国家利益啊 这跟呃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啊 那这是一个情况的哈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讲到说 台湾要要避免菲律宾的话 更要提防古巴化 但其实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危机啊 就是克里米亚化 所谓的克里米亚化 就是说万一真的美中啊 在台海问题上摊牌了哈 但是到时候打下去的结果啊 稍微试一下就会知道 到时候美国就非常有可能 像1962年的苏联一样啊 那么就有面子 有尊敬的 当时苏联是从古巴危机当中抽身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台湾就非常有可能克里米亚化啊 那么就像啊 他回归的俄罗斯一样的 并入到中国啊 这是台湾独派最不乐见的剧本啊 好 那么听起来有一点让大家胆战心惊啊 但是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啊 18年17年的时间啊 是很快的啊 我们回想一下 今年2018 2011年的时候啊 你在做什么啊 你回想一下 2035年也就这么一晃眼就到了啊 也许当然我相信不同意书企先生的观点的人还是很多啊 但是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警讯啊 我觉得值得大家注意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今天要来对聚焦这个新加坡的川经会 邀请的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国安顾问 曾富生啊 曾教授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啊 今天我们聚焦川经会啊 那现在来到节目现场是曾富生 曾教授 曾教授早 主持人早安 全世界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是 呃 川经会啊 众所瞩目啊 那当然在呃 现在看着电视的直播画面啊 那么现在呃 李显龙啊 这个东道主 他是做的神采飞扬啊 那么他已经来邀请 这个正是跟金正恩啊 啊对不起 跟川普啊 那他们都已经离开 这个饭店要到这个会场去啊 呃 其实也不过才几个月前啊 嗯哼 川经两人啊 还互呛啊 是啊 哎 我我再有跟大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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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用的像绕口令一样 这从去年的八月开始啊 没错 对 当时这个呃 川普说啊 北韩你最好不要威胁美国啊 不然啊 他们将会见识到 世界上前手未见的烈焰 与怒火啊 然后这个呃 这个装弹上膛准备开火啊 希望金正恩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这是川普的话 金正恩呢 听完之后说 五天内向关岛发射四枚中程飞弹 没错 立刻就回应他啊 九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川普就讲出火箭人 Rocky man啊 对 消火箭人 正在为他自己 还有他的政权执行自杀任务啊 那么如果不用选择 我只有彻底来摧毁北韩啊 所以那个金正恩就回他一句 川普你这个老饭店 对 精神错乱的老饭店啊 然后胆怯的狗总是叫得最大声 川普不是政治家 不过是爱玩火的流氓 这个话你看越骂越难听啊 然后这个 11月的时候 这个川普又说啊 说我永远不会说金正恩又矮又胖 他干嘛老是羞辱说我是老头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这种 调侃了 那个小火箭人 是一条发疯的小狗 等等等 然后这个金正恩说按钮 核按钮一直在我的桌上 川普就说我也有一颗核武按钮 但是更大颗 对我比你还大 还大更有力 好也许啊 这个听起来 大家听起来像不像是街头啊 这个两个在吵架的人的这种语言 可是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的不正规的 冒出来的在一个两个国家 当然这两个国家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美国 一个北韩 也因为有这样的领导人 才能够最后促成今天这一场的会 是不是 那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有这个charisma 有魅力型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而且呢 双方所面对内部的一个压力啊 各有不同 一个是民主国家 他要选举 另外一个是极权国家 但是他要有威望来领导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他们必须要向全世界展现住他们的领导的特质 还有他们强势的一面 不过呢 一个程度上 各自为了自己的政治的生存 还有他们政权的存续呢 都必须要找到一个妥协的关键 让大家都可以共存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经会 其实最大的一个关键字 就是共存 双方怎么样在一个进和的过程里面呢 各取所需 那找到各自想要的 因为这不只是北韩 还有这个美国 同时呢 相关的一些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日本 南韩 甚至于俄罗斯 而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呢 其实也会被牵连在里面 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重大的 安全和平发展的问题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重视 是 所以如果照这样看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议程安排 是九点钟正式的会谈开始 那跟其他的性质的这种会谈不一样 其他性质的会谈 通常都是第一线幕僚 先谈 甚至是更基层的幕僚 接下来是高层的幕僚 那只有才两个当大头了 一般来说两个大头 已经到那个阶段 已经是做秀了 就基本上 就是签字的仪式 结果他们有一点点倒过来 今天是九点钟两边让媒体照照相 然后九点十五分开始 就穿金两个人只单独带着翻译 那么就要进行会谈四十五分钟 那接下来才是一个高层的幕僚的后续 最后是一个工作的参会 就这样来结束 很不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另类 非常非常的autentative 真的是我们没看过像这样子的 但是就像刚刚这个 曾富生教授您分析到的 看起来大家都需要一场成功的会议 可以这么说 大家都需要一场 或者说一场成功的会议 反对点很少 基本上都很赞成居多 对一个程度上就是 大家当然开始的时候有相当高的期望 那后来比较保守一点开始降温 不过呢 双方各自也都体会到 如果说撕破脸 或者拂袖而去的话呢 其实呢 对两人都是重大的损失 因为第一个 他对自己内部没办法交代 因为双方在内部都做了相当程度的一些 妥协跟说服的工作 另外一部分呢 在国际场合里面呢 展现出两个大国 竟然是像儿戏一般的撕破脸 你用两个大国来称呼他们了 一个程度上两个已经是核武大国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平起平坐了 平起平坐了 所以呢 如果说撕破脸的话 是实在是有损的 这个教育小孩 教育我们下一代 他在乎吗 川普会在乎吗 一个程度上 他也必须要在乎 因为他要选举 是 他再过两三年 他又要重新选投票一次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也必须要对美国部分 比较强调教育下一代 比较好的 行为规范的这一部分选民呢 要有所交代 是是是 我想当然这个所谓的 当然大家基本上 大家都希望会谈能够有发展 有成功了 就所谓的希望今天开完会之后 大家可以轻松的放鞭炮 股会是起涨 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但是呢 什么叫成功 这个界定 可能就不太一样 因为显然美国要求的 刚你也讲到了说 这个要全面的 废盒的 不可逆的 等等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在在北韩来讲的话 核武还是他的一个政权 国家的保命单 这个不能随意丢弃 好 所以呢 您推测了 现在当然大家都在推测 有几种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 第一个大概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可能不会是第一次的 唯一一次的一个会谈 越来越多人觉得说 可能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当然北韩 金正恩已经放出消息来 就是说他有意愿 愿意邀请川普 在今年的七月 来访问平壤 进行第二次的川普会 然后又再放一个消息说 也许九月呢 北韩可以有代表团 到华盛顿 进行这个 续合化的一个具体的讨论 对 所以双方已经开始在铺一些 下台阶 这个下台阶 到底今天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还要再观察 对 这里面 听众朋友跟让大家做一个 姑且叫想象 本来大家以为说 在新加坡的时候 因为南韩这次也有参加 那是不是会有一个 南北韩的一个停战协定出来 那现在看起来停战协定不是重点 或者至少不是川金会 在新加坡这一个地方的重点 川金会应该说 在新加坡的重点 他是为后面的 后续的往前走 所以他应该是美朝之间 会有一个叫做 未来的一个framework 一个一个一个框架出来 这个框架如果照这样讲 七月份假如平壤的峰会开得成的话 也就是说到时候 这个美国去 就是川普到平壤去 那么估计文在寅也会受邀 那非常有可能 在那个地方会 南北韩正式的一个停战协定 因为当年的这个 38度线的停战协定 就是在7月27号 没错 那停火协定 停火协定 对当时是停火协定 那么事隔多少年之后 再来一个这样停战协定 那个日期是有意义 7月要比现在有意义 没错 那如果到9月 如果将这些发展很好的话 9月变成是金正恩 去访问华府的话 那可能就是美朝要建交了 那美朝建交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 不过在美朝建交之前 可能还要需要一些 一些重要的工作要做 这里面就包括 中国大陆的意见 对 日本的意见 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意见 对 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文在寅他面临了一个 非常大的困难 现在 他本来当然希望说这一次的新加坡的会议呢 也稍微矮了一截 不过一个程度上 因为南韩在6月中下旬 要进行地方的选举 那文在寅必须要 看到川金会能够成功 一个程度上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目标 让他在内部的政治地位能够更加巩固 所以这个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讲 这个因为大家都有需要 对 所以因为大家都有需要 所以说我现在评估 川金会今天拂袖而去完全破局的可能性 已经降低到百分之百 非常低的一个 好 这个基本上是认为 这个会议 这个即使没有大成就 但至少是顺顺利利的往前走了 不至于翻脸 不至于翻脸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继续来请曾教授 来针对川金会 我们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访谈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在26分钟 那么这个举世瞩目的川金会 就要正式登场 这个川普今年是72岁 不容易啊 金正恩才不到40吧 35 35岁 两个人年纪差的不止一半 而且川普是大老远 从加拿大飞过来 礼拜天才到 像我虽然也常常搭飞机 可是我一眼的这个时差 不容易调过来 我就不晓得川普这个老兄 他的时差问题怎么克服 他是要吃那个退役技术 在飞机上睡得很好 不晓得 不过在空军一号 应该是能够很舒服的这个休息 是 不然的话我想到说 他今天待会跟这个金正恩 还要一对一 那这个是精神你得要 不然的话这个时间 刚好台澳亚洲 刚好是你的这个时差 开始要发作的时候了 不过这个想到做这个创世纪 这个人类历史记录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这种兴奋感 这个整个河河河的分泌 应该能够让他能够撑得过去 再不然的话 就是多喝两杯咖啡 好 讲到我们前面讲到说 这场会晤会议 那么大家多数人希望他成功 那么像美国有集中选举 韩国六月份的有地方选举 那对金正恩来讲的话 当然内部的一个持续的巩固跟统治 这个这场会议的成功也非常的重要 那其他的国家 我们用这个六边会谈的其他国家来讲 日本跟中国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那从中国大陆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是乐见其成 因为北京方面一再的强调 针对于朝核问题 他有三个坚持 第一个是朝鲜半岛无核化 第二个是必须要透过和平对话的方式 第三个是绝对要避免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 所以在这个三个原则的坚持之下 那北京当然很希望能够看到川金会能够有进展 纵使说不能够达成一个具体的 所谓共同宣言的一个具体时间表 去核化时间表的一个目标 但最起码双方进入一个协商谈判的一个架构 然后能够分阶段或者是同步的来执行 所谓去核化跟这个解除制裁 这两个步骤重要的步骤的话 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成功的 当然开始有一西方的一些媒体认为说 北京是不是会担心北韩跟美国走得太近 到时候让朝鲜半岛南北韩统一变成一个亲美的朝鲜半岛 一直有这样类似的说法 这样子的话就在中国大陆的门口就来了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对北京长远的战略利益是否有利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一次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也许都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今天金正恩之所以变成一个国际红人 所有几乎各国的领导人都希望跟他会面 还会有一个跟美国这个大国平起平坐的穿巾会出现 最关键的就是因为美国已经证实 北韩已经拥有核子武器 而且他的弹导飞弹的投资能力 对美国最起码他的盟国的一些军事基地 还有关岛甚至于美国本土会有危险 那这一点呢 在庞贝奥也就是他当中情局局长 第一次跟这个金正恩碰面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团队就已经进行了了解 那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更加的正式 所以也因为如此 那金正恩心里最清楚 就是如果说他很轻易的就放弃了他这张王牌 他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获得 全世界国际红人般的一个接待 跟这个礼遇或者这个格局 那就很值得怀疑了 因为北韩基本上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 对 他的一个人口不到三千万对他的国民平均所得 其实在以2017年韩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是不到一千五百块美金 嗯 他的这个GDP差不多是三百六十亿美金 是 那在2017年对 那南韩的GDP是一点四兆美元 几乎他的五十分之一 哦 是相当大的差距 百分之二啊 相当大的差距 那国民平均所得啊 北韩在2017年估计啊一千五百块美金 南韩呢有二点八两万八千美金 对 所以双方差距是很大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嗯 那金正恩他的王牌就是他具有这个能量 嗯 那他这个能量 嗯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日本当然不希望北韩拥有核子武器 嗯 但是如果说在这一次的协商谈判的过程里面 嗯 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去核化 嗯 的一个结论的话呢 日本当然是 仍然觉得盲似在背 是 因为离他最近 嗯 不管是短程的飞弹啊 或者带核弹头的飞弹 对日本都是最大的威胁 嗯 那日本开始就会有理由说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日本有一天 嗯 可能要走向什么 对付发展核武 嗯 他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的个联动性呢 是相当大的一个啊 影响 也就是为什么说啊 白宫一直到目前为止 嗯 都是坚持 必须要所谓的CVID 对 就是complete 嗯 verifiable irreversible 嗯 dismantlement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嗯 就是要完全的去核化 嗯 而且要可验证 不可逆 嗯 那今天呢 啊 另外一个 这个北韩方面 慢慢的提出一个妥协的一个架构呢 就是嗯 cooperative 也是CVID 哦 合作的 嗯 cooperative 嗯 verifiable 嗯 irreversible 嗯 and dismantlement of the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同样是CVID 但是第一个字不一样 一个是complete 一个是cooperative 嗯 如果是cooperative的话 嗯 那这样双方之间能够建立一个 所谓持续协商谈判的一个framework 对 一个架构出来 这个架构出来之后呢 啊 后续7月 9月 嗯 所以庞贝欧其实 今天早上就放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嗯 就说 这个谈判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嗯 未来可能进行几个月 嗯 一年或者是两年 都有可能 嗯 所以在这个状况上看 双方呢 在经过昨天的 嗯 密集的工作会议的讨论之后的 嗯 已经披露出一些重要的讯息 嗯 那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节目里面讲 嗯 啊 啊 扶袖而去 嗯 这个撕破脸扶袖而去的可能性 已经降到非常非常低 嗯 那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啊 在这个cooperative and complete之间呢 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 那我觉得是一个 啊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个重点 是 呃 这个 这个这个整个的活动啊 我们看到川普啊 那种 呃特殊的性格啊 是表露无遗啊 呃 照照你刚刚讲到说了 其实他对于这个呃 呃川军会的成功啊 美国也非常的需要啊 他需要 他也需要 呃 你看他就讲说 呃 他话都不讲死啊 对 然后 然后让你掉你胃口 悬疑性啊 然后这个又讲说这个呃 成不成功一分钟内就知道了啊 一分钟内就知道 啊 排定的不是45分钟要谈吗 是 反正就把你这个整个心掉在那个地方 这个实在是非常像啊 所以人家说他是艺人 他是演艺人员啊 呃 他是很高明的谈判 谈判 对啊 对啊 他也有人说 金正恩今天能够跟美国这样子博弈到现在啊 是因为他读透了川普那本书啊 啊 The Art of Deal 这个这个这个交交交交易的艺术啊 那这里头有很多川普学的这个学问在里头啊 两个两个对对上了 没有错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比较戏剧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很有趣的人 啊 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国际战略国籍 是 这个国益 对 一个大的格局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金正恩呢 不能够高兴的太早 啊 为什么呢 以我长期观察 美国啊 他们在处理这种重大的国际事件 跟重要的国际竞争对手在周旋的时候 对 他们不是只有一套 嗯 一套 嗯 一套场面的 嗯 他们是有这个multiple 这个sins 哦 好多套的 多套的场景 嗯 这个多套的场景呢 有多套的人马同时在进行 是 那今天呢 啊 双方之间在国际的国际场合呢 嗯 有这个新加坡的川景会 但是呢 另外一套人马 对 也在默默的进行当中 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的 要深入的在了解 嗯 跟庞贝欧非常 关系非常密切的 啊 当时苏联的Gobachev 对 在进行所谓的冰岛 冰岛的高峰会议 还有甚至于邀请Gobachev到欧洲 对 来演讲 对 给他最盛大的一个招待 最大的尊荣 是 然后呢 然后呢 甚至于邀请他到美国的旧金山来参观 对 但是呢 另外一面 美国另外一套人马呢 就透过这种接触跟这个交往呢 对 开始吸收 这个Gobachev周围 亲信 重要的官员 因为长期都是封闭的 嗯 那如同北韩一样 长期也都是封闭的 是 那美国只有借这个方式 才能够撬开北韩长期封闭的大门 嗯 那撬开大门之后呢 双方开始进行接触 互动 了解 所以你讲的这个 等于说是一个断旗的和平演变啊 迅速的和平演变啊 不过至少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的反射了 只是说不知道现在的川普政府啊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 真的深谋眼虑啊 这个我们就不晓得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跟曾富生教授 要来谈谈这个川经会的一个后续 POP壮新闻 好 我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现在是8点48分啊 所以再过12分钟啊 这个川经会就要正式的在新加坡登场啊 讲到新加坡啊 这个曾教授啊 为什么新加坡 有这么无懈可及的成为这个川经会的这个地点 那从我们客观来看 第一个他提供的最安全的环境啊 尤其是会谈的地点呢 是一个小岛啊 高档的这个度假的小岛 那他这个海陆空整个立体的一个防卫体系 很容易建立 而且很容易阻绝啊 不必要的干扰 所以这个是得天独厚啊 第二个呢 当然啊 中国大陆跟美国啊 对于这个新加坡的李潜龙政府呢 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相当的啊 可信赖的一个中立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平台啊 不会有一些啊稀奇古怪的事情出现啊 所以呢可以排除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啊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 美国跟北韩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馆 所以双方之间呢 在很多后勤的资源跟补给 还有这个相其他后续的配套的措施 都可以很方便的处理 所以这个也是选择在新加坡很重要的原因 是 刚刚这个郑教育提到了 其实新加坡早在1975年 就跟北韩建交了 是啊 建交时间很早 而且刚刚你讲到几点 其实简单归纳起来 就是说叫做安全效率便利 还有对等 对等 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啊 这些条件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做得到啊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 但是有一点啊 新加坡只有新加坡做得到 其他大城市不见得做得到 就是这个防止示威抗议 没有主角抗议 主角抗议啊 这个新加坡可以做得非常的彻底啊 对 你在香港现在也都不可能 你在东京 在纽约 在在 甚至连现在到瑞士都不见得能做得到 以前瑞士是很多的这种喜欢去那边会谈的地方 现在也做不到 因为新加坡它有一个特点 的确是 它一方面它有跟所有世界先进的都市 所具备的刚讲效率便利 现代化这些条件通通都有 它作为一个区域点 它是一个欧亚交汇的地方 它又跟东西两方的关系啊 都维持得不错 是啊 那另外一点它同时有威权国家 也就是说民主国家所没有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刚才讲的这个封闭式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威权的效率啊 还有就是国际媒体也方便 因为国际媒体在新加坡这个City State 是 它要传播各种信息 做各种的部件呢 它也能够达到很大的效果 这正是川普跟金正恩他们需要的 因为他们要需要透过这一次的平台 向国际来宣传他们自己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这是额外的一个考虑 就是金正恩呢 他在前一段时间对他的北韩的人民 公开的宣示 对 现在我们北韩已经是一个核武国家 对 我们下一步是要发展经济 对 他我想金正恩他发展经济的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模式呢 可能是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另外呢 就是新加坡威权式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型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他这一次一到新加坡先跟李显龙会面 在会面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请教很多有关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个经验跟模式 甚至于希望能够采取一个合作的方式 来发展下一步的工作 所以刚刚这样讲下来 新加坡这个国家坦白说很了不起 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 他到海外各种考察 新加坡是重要的一站 而且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今天呢 北韩如果要改革开放 中国是他要学习的 但新加坡他也会作为重要的参考 因为中国毕竟规模太大 那新加坡有一些相对性 他可以来学习 所以人家不是那种品赛大的国家 人家真的是有他的一个成就 这次新加坡大概要花新台币4亿 4.5亿 差不多2000多万的新币 新币来做这个 我想经过了这次的川军会之后 以后国际间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 大概新加坡是优先考虑的 那这个花这个2000多万的新加新币 来做这个事情呢 绝对是值得的 因为他让新加坡的国民呢 走在全世界各个的角落 都觉得他们是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 这种光荣感一个程度上 应该不是这一点点钱可以买得到 对的确 而且新加坡也是请全国之力 那你看他的外长 他的分好几头 出去就展现出来这个消息 他连这个稍微这个不听话的媒体 都把你治得死死的 我看那个南韩的这个几个媒体的同业 就因为这样已经被遣送回国了 没错 好在最后的几分钟 其实在今天 这个6月12号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这个在台北的新的这个办公大楼 在内湖的新的办公大楼 今天要举行落成典礼 那美国最后是派出了 国务院的一个助卿罗伊斯 那么来到台湾 然后呢 国会的台湾共同连线的主席 也来到台湾 那么当然在这个落成之前 各界也有很多的猜测了 包括说会不会有更高阶的官员来 包括说陆战队的这个束手 是不是要公开化等等 那现在看起来 并没有说大家一起非常高阶的 因为如意的国务院助卿来讲的话 不是特别高 而且最主要是他主管的是教育跟文化 这两个来说 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可以看出美国 其实在这个尽管 现在国会通过了很多的会台有台的法案 但是行政部门在实际执行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比较多方的这种考量 那这个是从这个具体的一个展现 应该是如主持人你的判断 那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其实美国的对台政策 对两岸关系的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 现在都是掌握在白宫手里 那川普政府 尤其是川普总统 他认为说现在最优先 first thing first 这是做生意人第一个原则 他现在是要把北韩搞定 所以任何会影响到北韩 把北韩搞定的这件事情 节外生枝的都要排除 因为他知道要把金正恩搞定 最关键的人物是习近平 那因为习近平第一个掌握了 北韩发展核武的关键 甚至于发射核武的关键 因为北韩自己没有人造卫星 他的如果是 他是中程或远程的洲际弹导飞弹 带有核弹头 他必须要卫星定位导航 这个要靠谁 靠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北斗 或者是靠俄罗斯的Glanos 他不可能靠美国的GPS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真正川金会要成功与否 还有金正恩态度的决定转变 关键在习近平手里 所以美国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时候 不能够做太多 这个provoke北京的事情 是巧遜的 没有错 好 如果是顺着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的角色 他是一个天然的 天然的一讲地理区位的决定 第二个是他还是历史的 因为这个中朝关系不一般 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 的确就是说中国大陆 如果说西方媒体对有一阵子一直讲说 中国很担心被边缘化 那其实从这两个地理跟历史的因素来看的话 是不太可能存在所谓的边缘化 那只是说他的政策立场的出发 是从哪个地方的角度了 那这是一个部分 所以刚刚曾教授您谈的 让我想到说 如果说这个川金会或者说朝鲜核武问题 他的美国的一个首要的考量 是要用来作为年底大选的一个烟火的话 那么我讲烟火是不是虚幻的 是一个实质上有用的话 那你去想 假如真的是有六月新加坡 七月平壤 九月在华盛顿的话 那你觉得真的如果有个八月份 我们蔡总统要去巴拉圭访问 说要过境美国东岸 要考验台湾旅行法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 我觉得恐怕到时候白宫国务院 恐怕不会希望 因为蔡总统到美东访问 结果造成两岸关系 中美关系的大紧张 造成他整个的大局 这个出了问题吧 那我想是这样子 美国当然就是双面认 因为我们在思考美国的 一些大的战略的时候 其实要从双面认的角度来思考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 POP最正典